第621章 凝固正后群 怀 怀指小姐 在池塘边的椅子上 珍惜有些担忧地 看着身旁的同伴 难以掩饰自己的不安 不知道她究竟和自己的堂姐说了什么 回来之后 就陷入了沉默 面无表情 但眼神变得有些可怕 不 应该说 只是让珍惜觉得害怕 并不凶暴 也不阴沉 平静一如既往 但和往日又有所不同 变得那么遥远 好像天边飘忽的蜃楼与红光那样 让人感觉 就算穷尽一生 也无法触及 怀师的思绪被打断了 叹息了一声 抬起手机 珍惜 你想要参加竞争吗 珍惜愣在了原地 呆滞 就好像被戳破了谎话那样 变得手足无措 想要逃走 被那一双眼睛看着 脸上习惯性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不安地低下头 我还没想好 我 我并不是想要利用怀指小姐的意思 对不起 我原本想要早一点说的 可是我想不到 自己能拿出什么报酬来 对不起 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语气就变得急促起来 好像她生怕不相信那样 看着她 慌乱地解释 唯独这一点 请素子一定要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你 我 说到最后 她说不下去了 低下头 怀师摇头 手机递过去 有考虑雇佣我吗 少女愣在原地 难以置信 低头看着手机 抬头又看了看她 又惊慌地收回了视线 背后的手指不安地搅动 可是我没有钱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 让怀指小姐你免费做什么 我是说 打 打签条可以吗 不论是多少钱 将来我一定会还 然后 刚刚鼓起的勇气和信心 就在手机上更新的数字面前 被击碎了 七千万美金 珍稀 将印在原地 七千万 美金 好多 哪怕是七千万银周币 她都没有敢做过这样的梦 自己在便利店打工 实行是八百块 但每天只有四个小时 每周只有四天 拉面店兼职的话 晚班实行六百四 但大师傅是好人 给自己有额外提成 每个月算下来的话 省吃减用一点的话 可以省下三万日元左右 等大学毕业的话 再找工作 然后 一瞬间不知道多少数字 从脑中赏过 到最后 得出残酷的结果 贫穷少女里见珍稀 只要不吃不喝不生病的话 大概六七百年 就能凑够这笔钱了呢 一瞬间感受到 生活惨烈的压力 珍稀号大破 再起不能 眼看着她的演艺表演 终于在死灰色中结束 怀师摇头 再补上了一句 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 啊 珍稀难以置信 具体的过程 你不用多问 也不要多管 我会帮你的 怀师省得 她在脑补什么奇怪的东西 快速输入 家主之位 或许没有指望 但你身上的问题 我会帮你解决 但是 这笔钱额外收费 一百万美金 为了避免她真的 把这一趟当成春游 怀师还是必须得 给她下点狠药 否则感觉这货 真的会光速咸鱼 开始躺赢 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丝杀气 怀指小姐凑近了 抬起手机 如果赖账的话 你清楚会有什么结果吧 呆若珍稀的少女 愣在原地 过了很久才终于清醒过来 难以置信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心中却迅速地 浮现出慌乱 下意识地向后缩了一点 好像想要藏起自己来一样 怀指小姐 你都知道了 一清二楚 怀师叹息着 看向她御医的下摆下 露出的脚踝 还有上面那一道隐约的伤痕 好像在哪里挂到了一下 才刚刚愈合 还没有彻底长好 等她扯过珍稀的手 挽起袖子的时候 就看到上面 层层叠叠的伤痕痕迹 肉体的损伤 受化即便前妻 所特有的征兆 由于这一份和深渊 过于敏锐的共鸣 导致了招致沉淀的侵蚀 最终令脆弱的肉体 无法承担原质的变化 在皮肤和肌肉之间 形成了这样开裂的伤痕 这才是圣痕这个名字 最早的由来和源头 从中世纪开始 就不断出现的现象 由于潜意识的影响 伤口可能还会组成 莫名其妙 又毫无意义的文字形状 但这无法改变伤口 就是伤口的事实 一开始被归结为上天的启示 后来又被当作 和魔鬼缔结契约的象征 一直到近代 才被现代的医学统 称为凝固症候群 这便是兽化特征者 或者说混种与生俱来的原罪 距离天国太远 距离地狱又太近 注定了无缘其迹 只能拥抱灾恶的结局 正是这一份与生俱来的痛苦 才令诸多边境中的兽化特征者 对于陷阱和如今的天文 会充满了仇恨 不断地试图反抗 绿日的根基 就存在于这一片土壤之上 对于那群人来说 等着陷阱降下垂帘无异于坐以待毙 还不如加入绿日有一条活路 哪怕是死之前能够轻松一点呢 也胜过痛苦的苟延残喘 莫名地回忆起自己在精灵 被封平绑票时见到的那个老学者 那一对充满了仇恨和愤怒的一双兽性树童 这就是他们生来不幸的证明 怀石沉默了许久 才拉下了御医的袖子 松开了他的手 难以想象御医下面的伤痕的模样 但肯定 无时不刻地再带来痛楚吧 他发自内心的好奇 这个家伙 是怎么无忧无虑地长得这么大的呀 到现在还能这么粗线条 真是太不容易了 像一条傻狗 可哪怕是像傻狗一样 也要继续往前走 死皮赖脸地挣扎 厚颜无耻地活着 执迷不误地怀揣着侥幸 和那么一丝丝希望 就像是曾经的自己一样 怀石叹息了一声 抬起手 按在他的头发 珍兮茫然抬头 看着面前的那一双眼睛 愣在原地 并没有预想之中的同情和怜悯 未曾因为他身上的伤痛所动摇 可那种静谧的凝视 却令他感觉到分外安心 就好像有人陪伴在自己身边 有人会站在自己的身旁 凝视着他狼狈的样子 并不鼓励 也并不怜悯 只是等待他继续向前 只是那样地看着 就好像将孤独都取散了 像是阳光 只是看着那样的眼神 就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 并不是毫无意义 就算是再怎么丑陋的挣扎 也不会没有结果 接近里 珍惜低下头 再无法遏制委屈的眼泪 用力地将身旁的朋友抱紧 哽咽着 哭出声响 就好像终于找到归路的孩子一样 结果 回过神来 眼泪和鼻涕 就已经把怀指小姐胸前完全弄花了 而且再度确认了 罩杯什么的 这种东西 怀指小姐真的一点都没有 只是想到就让人心酸 实在太可怜了 有可能的话 珍惜都想要将自己的分给她一点 但在这之前 还是应该好好道歉吧 对不起 怀指小姐 对不起 我会帮你洗掉的 请交给我吧 不会有任何问题 就在自己房门前 珍惜一个劲的低头道歉 抓着她的袖子 邀请她进里面来 换洗的衣服 我这里还有两套 如果不介意的话 怀师抬起手 敲在了她的脑门 毫不客浅 这衣服 反正都是李建家给客人准备的 她着急个什么劲啊 还扯着她去换衣服 怕不是急着想目睹 莫可名状的恐怖之物 随手将她塞回房间里去 然后回自己房间换衣服去了 换回了罗素送的小裙子 那个王八蛋 绝对是蓄谋已久了 尺码都是 完全合适的 而且穿上之后 竟然还真的挺好看 搭配着同姬化的妆 真是越看越舒爽 看看这出尘飘逸的气质 看看这楚楚动人的面目 还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今天的怀指小姐 依旧无懈可击 才怪 怀师觉得眼睛都要瞎了 再这么下去 自己恐怕就要踏上 什么不得了的骑路了 绍斯命的圣痕搭配女装 所形成感染力 实在太可怕了 她竟然开始有些习惯了 只能抓紧时间 赶快把这里的破事搞定 过不了多久 她就可以告别女装 重新做回象牙之塔人气教师 南波湾 可越是得自己打气 怀师就越是觉得自己在插起 再联想到大斯命的转化秘遗 她就一阵脑壳疼 看来搜集圣痕和灾恶的计划 要赶快提上日程了 就在她沉思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急躁又毫无礼貌地 拍在她的门上 催促她赶快开门 等房门开启之后 便展露出门外 那几个来意不善的客人们 明显是久经斗争的升华者 神情不逊 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但等他们看到开门的 竟然是如此的美人时 顿时都在原地陷入恶然 在后面 一个主视者一样的男人走上来 用令人不快的眼神 扫视着怀师的周身 几乎快要垂涎三尺 只不过 视线落在怀师胸部时 就迅速地遗憾了起来 好像痛心疾首那样 你妈的 你痛心个什么劲啊 怀师的眼神 越发地冷漠了起来 怀指小姐 是吧 为首的人端向着她的面孔 诡异一笑 四少爷请您过去一趟 第622章 多谢款待 所以说 又是李建家 内部斗争那堆破事吗 怀师忍不住想要 翻个白眼 准备关门 她懒得理会 她就不信 自己这个李建家的客人 如果不去的话 他们这群人 敢在这里动手 可门还没关 那个男人就踏前一步 扒住了门缝 笑容越发地诡异 珍惜小姐已经到了 正在那里等着您呢 您也不希望出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吧 在沉默里 素子小姐的动作 停顿在原地 抬起眼睛凝视着她 许久 那一张交好的面孔上 却露出了一丝 令他们感觉到不安的微笑 中年男人的表情 微微抽出了一下 暗纳下心中莫名的不安 让开了身形 指了指后面 请吧 女士 虽然过程有所波折 但目标终究是没有反抗 反而十分顺从地 跟在了他们身后 带路的中年男人 走在前面 神情愉快 看来庭院里所见的 并不是什么表演 这个女人和珍惜 那个混种 真的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在 否则的话 不会如此顺从 只可惜 被抓住了把柄 落入四少爷的手中 恐怕以后又要多一个玩物了 而走在后面的怀师 感受到周围 越发明显的危险气息之后 眼神就渐渐地平静了起来 明显那位四少爷 在李建家的地位不低 竟然有独立的庭院 戒备森严 安保措施该有的意见不少 只可惜看情况 那位四少爷 应该不是一般的无能 恐有这样地位 背后竟然一个支持者都没有 就算是找代理人 大财团们也是有眼光的 根本不稀罕 去找一个烂泥浮不上墙的废物点心 这种虚张声势的样子 吓唬一下乡下姑娘就算了 摆在怀师眼前 无聊到她连笑都笑不出来 不值一晒 并没有多久 她就在厅堂里 见到了那一位四少爷 空气中 还残留着一股令人不快的味道 挥之不去 联想到那两个 从房间里匆匆离去的女人 不难猜测到 之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怀师的神情顿时比喻了起来 欢迎光临 怀者小姐 那位年纪轻轻的四少爷 主动走上前来伸手 自从见到您开始 我就期待和您的这次碰面了 走近了之后 她的眼神就越发地炽热 哪怕是已经在午餐的时候 见过了一念 可再次看到 依旧感觉到惊艳 难以移开视线 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 殷勤地打招呼 只不过没有人理会而已 怀师看向周围 并没有看向珍稀的影子 眉头顿时皱起 四少爷的表情僵硬了一下 缓缓收回了手 刚刚的中年男人走到他身边 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 他顿时恍然了起来 抱歉 看来为了让您赏光 下人们不得已说了一点谎话 不过我保证 只要我们这次会面足够顺利 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 都不会发生 暗含威胁的话语 并没有奏效 怀师翻了个白眼 感觉到一阵无聊 转身想要离去 可在他身后 门却被关起来了 几个升华者拦在门前面 露出了跃跃欲试的眼神 早已经迫不及待 眼看这个臭女人 这么不识好歹 四少爷顿时冷笑了一声 转身回到了沙发上 翘起腿来 嘲弄地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 你和珍稀 那个也总有什么关系 但你最好放明白一点 这里势力建家 可不是什么东西 都能够造次的 沉默之中 怀师摇头 再忍不住叹息 恐怕接下来 就要发生一些 喜闻乐见的剧情了 前提是 怀指小姐 真的像是他们预想的那样 楚楚可怜 手无腹肌之力的话 说真的 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某些原因 而现在 更糟糕了 怀师伸手 从口袋里摸出了烟卷 歪头点燃 低沉又沙哑的声音 令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愕然地看着 怀指小姐的娇好面孔 难以置信 无法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 伴随着鸟鸟升起的 烟雾的消散在空气中 那一张面孔上 便露出毫无温度的 恶意笑容 你们想要做什么 我大概清楚了 说真的 我能够理解青春期的 小男孩们 对异性身体的好奇 既然你们 都这么等不及了 那咱们就开始吧 说着 怀指小姐的两只手 微微垂落 捏住纯白的裙居 微笑着 一寸寸提起 你们想知道 女孩子的裙子下面 有什么吗 伴随着怀指小姐的动作 纯白的衣裙之下 却有丝丝屡屡 粘稠的黑暗流淌而出 扩散 蔓延 迅速地膨胀 化作如墨一般的 滚滚漆黑 死寂之中 有洪流暴动的声音响起 黑暗翻涌着 肆虐地在地面上流淌 随着惊叫 一同向上升起 自其中 无数星红的眼瞳 缓缓睁开 向着尘世投来贪婪的视线 他们在兴奋地扑打着翅膀 迫不及待地等待宴会的开始 饥渴的眼瞳 满盈贪婪 此刻 伴随着裙子提起 莫可名状的噩梦 便从黑暗中升起 映衬着惨烈的叫声 展露出自己那令人憎恶 和恐惧的轮廓 蹂躏着所有胆敢直视的 无知灵魂 用无休止地折磨着 每一个可怜虫的理智和精神 群星归位之时 已到 伟大的存在 从永恒的黑暗中升起 自那之后 便是无穷尽的绝望时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 黑暗缓缓消散 大门再度开启 清纯又可爱的怀指小姐 步履轻盈地从门后走出 摘下了嘴角燃尽的烟卷 随意地抛在了地上 多谢款待 在她身后的房间里 只剩下十几具空洞的躯壳 呆滞的眼瞳 凝视着毫无斑点和霉菌的天花板 再无任何的神采 只有毫无意义的呼吸 还在继续延续着 随着最后的残灵一起 沉浸在噩梦里 永无穷尽的苦痛中 有一点可以确定 他们已经充分地了解了 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他们恐怕再也不会好奇 女孩子裙子下面究竟有什么了 这么大的事情 不可能瞒得过其他人 尤其是怀师的进出毫无掩饰 甚至在李建家的人追问时 没有任何隐瞒的前提之下 傍晚的时候 苍老的武士犬将 跪坐在静室的另一头 凝视着对面神情平静的怀师 以及他身旁不安的珍惜 神情毫无任何温度 在许久的私存之后 他终于开口说道 具体的事情 老朽已经清楚了 这是评学那个废物有错在先 怀直女士手下留情 留下她一条性命 已经是仁慈之举了 我等自然不能渴求太多 如果在平时 可能还会有所计较 但如此关键的时候 得罪一名不知底细的升华者 实在太不明智 尤其还是李建家 先对客人做出这么丢人的事情 压得下去还好 如今压不下去 李建家最后那么一点尊严 就要被按在地上摩擦了 何必呢 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人老了之后就会谨慎 因为知道自己经历大不如以前 知道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目标去实现 没有足够的好处 就不愿意轻易得罪人 虽然应该得罪的时候 这群人得罪的会比谁都彻底 绝对会确保 对方勇士不得翻身 或者干脆一点就直接上路 但既然拿对方没有办法 也不是时候 那么就只能寻求一个善事善终 犬江向身后看了一眼 魁梧的武士起身 抱着一个盒子上前 跪坐在了怀师的身旁 将东西放在怀师面前 盒子打开之后 原汁洁精的光芒就照亮了他的眼瞳 价值不菲 这是李建家对您搭救珍稀小姐的一点微薄谢礼 以及对您的赔偿 请您务必不要戒怀 犬江毫无任何矜持地俯身道歉 对着一个年纪还不到自己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人 做足了礼仪 怀师不为所动 依旧看着他 等待着他的后半句话 犬江抬起头 肃然说道 如今诚然是李建家的多事之秋 已经无法继续再招待客人了 请您多多包涵 这是要赶人走了 怀师拿出手机 正准备说话 却听见了自己身旁的声音 虽然不安 但是却强自平静 是珍惜 犬江爷爷 他不会走的 他昂起头 对曾经主宰着自己命运的老者说 因为我要参加当主之位的正式领选 我会雇佣怀指小姐 作为我的代理人 代替我进行角逐 借敬里 犬江没有说话 只是忍不住轻声叹息 果然 没那么简单吗 通过两人之间的态度 他已经明白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隐约猜到了 这个最糟糕的结果 珍惜小姐 家主的灵选 未必有您想的那么简单 我知道 珍惜回答 出门的时候 母亲告诉我 有可能会死 但我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死亡而来的 这不是什么人告诉我的事情 也不是出于其他人的劝说和蛊惑 而是从我来到陷阱之前 就决定的事情 他说 我是李建勤平的长女 我身上流着李建家的血 我这次回来 是要参加李建家的当主选拔 就是这么简单 第623章 除魔对决 开幕赛 犬江垂眸 无声叹息 可就在怀尸身旁 却有咆哮的声音响起 果然别有用心吗 你这鬼祟之徒 魁梧的武士起身 炽热的原制波动 化作隐隐的火焰 笼罩全身 怒视着面前 撞似无辜的怀指素子 瞪大眼睛 不容许他有任何开口的机会 问答无用 就让我犬穿粮食来度量一下 你是否有与你的野心 相匹配的气量吗 怀尸忍不住想要叹气 所以说 你们营州人能不能别这么中二 好好说话行吗 而犬穿粮食 已经抬起化作黑铁的手掌 向着他扯了过来 轰 整个竟是陡然一阵 飓风席卷 长袖在瞬间碎裂 展露出下面肚上一层铁色的手臂 轻筋鼓起 夸张的肌肉中 爆发出足以摧垮铁墙的力量 那是来自六世代天狗横钢的传承 演练过千万次之后 夜以无比精纯的记忆 出云大香坡 压出 茶盘之中的茶水 动荡着飞起 又落入了杯中 只留下一阵阵涟漪 而犬穿粮食的动作 僵硬在了原地 因为就在原地 跪坐的怀指小姐 抬起了一根手指 轻描淡写地 向上顶出 钢铁碰撞的轰鸣爆发 隐藏在手套之下的机械之手 微微一震 可是却未曾有过丝毫的推却 轻而易举地 将犬穿粮食爆发的力量抵住了 唯有身旁的茶水 在微微荡漾着 也就 仅此而已 犬穿粮食面色铁青 又渐渐涨红 可不论如何地再施加力量 她引以为傲的力气 却无法将这个该死的女人 从原地挪洞 哪怕一寸 甚至 被缓缓顶起 一点点的 怀石抬起眼睛 看着那一张羞愤耻辱的面孔 面无表情 这单纯的是鼓手的进阶引用 看似轻描淡写 但实际上手指的多寡 和力量并不是绝对关系 够了 粮食 犬江抬起眼睛 看过来 告诉他 你不是他的对手 况且 这一切不都是合乎规矩的吗 犬穿粮食没有说话 在沉默中 收回了自己的手 后退 回到了犬江的身旁 怀石倒也没有反攻 或者急着 给他一个厉害 而是抬起头 端向着对面的老头 等待着他的回复 直到犬江一声长叹 既然珍稀小姐这么说 那么自现在开始起吗 老朽就会将你登陆在正式名单 他凝视着怀石身旁的少女 轻声问 这代表着什么意义 你能明白吗 从五分钟后开始 你就是你所有亲人的敌人了 犬江沉声说 不论是你的叔叔 你的兄长 还有你的姐妹们 一直以来都有所保留和仁慈 但到时候 他们再也不会任由你自生自灭 而是将你当作对手 寻找你的每一个弱点 然后用尽一切手段去打倒你 直到你沦落到深渊里 再无任何翻身的可能 不论你们和琥珀达成了什么协议 都不是什么可以高枕无忧的策略 在有必要的时候 甚至我可能也会放弃公正 出手对你予以打压 除非你能够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否则你就要被他们踩在脚下 珍惜 如今的李建家 就是这么残酷的地方 你确定 你还要回来吗 沉默里 珍惜的眼瞳微微颤动着 许久 点头 明明抓着怀石一脚的手指 已经紧张到发白 可还在强撑硬气 很好 不知是赞许还是嘲弄 犬江汗首 作为李建的家老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你也是李建家下一任当主的候选者了 珍惜 但愿你不会后悔 作为最后到来的最弱者 你的第一场对决 将会在今晚进行 希望介石所等待你的 不是什么悲惨遭遇吧 他撑着膝盖 缓缓起身 最后向面前的小女孩汗首 转身离去 但在出门之前 却听见深厚的声音 是珍惜 犬江先生 少女跪坐着 弯下腰 向老人的背影 低下头 轻声道别 一直以来 我和母亲 都有劳宁和脚山叔叔的关照了 分内之劳而已 老人的脚步停顿了一瞬 推门离去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再没有人来打扰了 在搬到了独立的院落里之后 甚至就连仆人都已经没有了 落大的院子里 冷冷清清的 感觉待遇 比之前下降了很多被弹 实际上 对于候选者来说 才是真正需要的环境 从真吸点头的那一刻开始 任何胆胆走进他住所的人 都是他的敌人了 也就是说 哪怕是犬江走进这一座院子里 被怀尸干掉的话 别人也没有任何话可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 除了每日午饭时必要的露面之外 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会在这里度过 晚饭的话 倒是没有让怀尸动手 乡下少女展现了一下自己 在打工的地方 学到的厨艺 虽然很想夸奖 但被房叔养掉了的某人怎么吃 都感觉是一般般的样子 拉面煮的时间有点过头 受限于时间原因 也没有什么高汤 玉子烧的话 鸡蛋搅和的时间不够 煎饺的馅料配比 并不是很精确 当然 这种杀风景的话 就没必要说出来了 吃什么还不是吃呢 怀尸以前炖的还吃挂面呢 但除魔做惯了之后 果然还是希望能吃一点带劲的东西 怀揣着隐隐的期待 怀尸淡定地靠在沙发上 看着营州的综艺节目 静静地等待 在旁边原本有的要命的珍惜 反而越来越紧张起来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夜色渐渐深沉 第一场除魔对决即将到来 由于并非是除魔大赛 官方主办的赛事 在陷阱也绝对不可能允许危险人物出现 因此并不会出现那些诡异的评委 作为评判的 是双方的选手本身 简单来说 就是互相给对方做菜 然后吃下去 一直到有一方吃不动了为止 要么是吃死了 要么是吃坏了 要么就是顶不住了 通过自己的作品 展现出深渊的精髓 无法承受对方的作品 就只能甘败下风 除魔之间的对决 就是这么简单 偶尔也会出现同归于尽的状况 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就算真同归于尽了 那就同归于尽呗 运气也是鄙视的一环 不爽不要玩 如何在创作之中 寄托更多的恶意 在烹饪中施加堕落的精华 又如何将对手的恶意消化 每一个环节 都考验着参战除魔的实力水平 和应变能力 在深沉的夜色之下 带着白拍紫面具 引路的侍女走在前方 一路向下 带着槐师和珍惜 走进了李建佳庄园之下的地下空间 空旷又庞大 有着铁柱的穷颅 在最高处延伸出来的看台之后 隐约可以看到几个模糊的人影 但是却分辨不出他们的模样和面孔 他们也并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隔着垂帘 彼此低声地说着什么 而更引人注目的 反而是赛场两侧的观众们 并没有座无虚席那么夸张 这种事情 注定也不可能去向全境公开 来到这里的 便只有其他的候选者 还有他们的除魔代理 当槐师抬起头的时候 一眼就注意到了 在最后面 灯光找不到的阴影下 那个戴着耳机的魁梧男人 浑身都覆盖着乱七八糟的纹身 体型像是脱毛的狗熊一样庞大 一个屁股就坐了两个椅子 正双手抱怀 眺望着槐师的样子 等槐师回头看过来 他就吹了声口哨 愉悦地比划了一个手势 好久不见 槐师收回视线 没有理会 带着珍稀在空旷的场地中 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距离其他的候选者足够地远 但依旧能够看到他们的表情 除了看都没看一眼的琥珀之外 大部分都十足地冷漠 并没有鄙夷或者是恼怒 反而还有人饶有兴致地观察着 这个从边境远道而来 和自己角逐家主之位的混种少女 别害怕 就当去烹饪节目录制现场当观众 镜头给到你的时候 不要笑得太灿烂就好 槐师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着 想了想之后 把伪装之后的银王拔出来 放进他的手里 如果一会儿我下去之后 有人想要凑过来 你就开枪就好 自带锁头 不用担心打不准 珍惜待至当场 低头看着手里的枪 感觉像是握着一个烫手的山芋 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为了你的安全 最好这样 不要露出我很害怕的样子 向你的亲戚们多学一点 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就保持面无表情就行了 不想拿着 放在旁边也无所谓 重点不是你敢不敢开枪 而是他们有没有看到 槐师伸手 将银王的档位拨到了审判模式 速冷的气息从枪膛之中 隐隐扩散开来 细碎但又锐利 刺痛了所有 胆敢窥探过来的眼眸 令那些鬼祟的视线 迅速退散 按照槐师的吩咐 就那样随意地将枪 放在自己身旁的椅子上 原本还在恐惧的珍惜 迅速适应了场内的气氛 恢复了镇定 或者说 至少装得像模像样 以他的素质 也做不到随时保持警惕 后发先制 防备袭击的程度 但至少还能伪装出 临微不惧的淡定样子 反正也反应不过来 剩下的就是怀尸的问题了 当钟声响起的时候 他走进了场内 等待对手的到来 直到对面的隧道中 有诡异的声音响起 像是有什么粘稠的液体 流淌在管道里那样 一个笼罩在黑暗里的人影 缓缓浮现 第624章 山老 当那个身影 从黑暗中浮现的时候 所有旁观的参赛除魔 顿时都皱起了眉头 嬉皮式打扮的中年人 抬起手 将墨镜挑起 露出恶然的眼瞳 只是开幕战而已 就安排这么麻烦的对手吗 嗯 亚鲁姆你认识吗 半年之前 我在美洲和那个家伙碰过一面 嬉皮式亚鲁姆摇头说 很难缠的对手 滑溜溜的 像是蛇一样 郭老先生应该清楚吧 迎州的二星除魔 这些年的后起之秀 老朽多少还是听过一点的 勾楼的东下老人撑着拐杖 端向着那个浑身 缠绕着怨念的身影 轻声笑了起来 身经庆 黄泉比良版的三徒的主厨 很不好搞啊 看来比起上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的山老料理 看来又精进了不少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郭老先生一脸自叹福如地感慨着 宛如将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一样 净显迟暮 倘若不是知道这个老货 最喜欢拿铜藏来蒸包子的话 其他人说不定就信了 听说是山老料理 迎州的派系吗 魁梧的刺青橱膜捏着下巴 用带着浓厚口音的拉丁语问道 没有见识过 有什么特点吗 哎呀 弗拉基米尔先生 您又在装作新人来打探情报了吗 刺青橱膜憨厚一笑 我还真不清楚 有没有哪位好新人给我解释一下 那就看着呗 嬉皮施亚鲁姆并不上钩 总监 以后的赛城中 迟早会碰到 在众多橱膜之中 传承着迎州本土山老橱膜的身经庆 毫无疑问 也是最棘手的那几个人之一 不论是什么人 第一次遇上他 肯定会吃个大亏 那是过于危险的记忆 不论是对人还是对己 搞不好就算是以除魔的承受能力 都会死掉 弗拉基米尔狡黠一笑 并不在意对手的隐藏 再起了一个话题 那 另一个呢 不认识 亚鲁姆摇头 凝视着那个名叫 怀指素子的女人的背影 神情有些迷茫 按照他所知的名单 英州本地 应该并没有这样的除魔才对 没有什么标志 也没有携带任何工具 明显是隐藏了身份 可就算是厉害角色 具备着如此端利的容貌 也不应该默默无闻才对 该不会是刚刚拿到牌照之后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来参加对决的新人吧 那样的可就太天真了 哪怕同为除魔 心急之间也具备着决定性的恐怖差别 贸然挑战远超自己的对手 是真的会出事的 郭老先生怎么看 亚鲁姆狡猾地将话题抛向了老人 他吗 那可就厉害了 可怕呀可怕 总感觉自己比不上呢 煞有介事地卖足了关子之后 郭老除魔里嘴一笑 露出了满口洁白风锐的牙齿 如此年轻 如此漂亮的除魔 可就连老朽都没有听说过呀 这岂不是很厉害 旁边的人忍不住想要翻白眼 再也没有人接话 寂静里 只有郭老除魔的鼻翼 微微翁动了几下 嘴角长住的笑意 就变得微妙起来 这样的气息 有天狗山的味道 但是 除此之外 更多的竟然是未曾见过的奇妙气息 带着草木味道的苦涩潮气 尸骨的冷意 还有质子的芬芳 难道是类似自己一牙一派的类型 还是说 被自己吃掉的老师竟然还另有传承 在猴头 遍布皱纹的松弛皮肤 骤然鼓起 好像巨蟒吞下了铁球那样 吞咽着自己 在迅速分泌的唾液 感受到了一阵古怪的饥渴 许久未曾这样充满了食欲了 那是来自除魔本能的期待和饥渴 这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他 那个女人 不对劲 凝视着对面料理台上的名字 怀石抬起头 看向自己的对手 就好像 是在脏水里 不知道浸泡了多久一样 那个家伙 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黑色的长发紧贴着面孔 笑容苍白 看上去明明保持着洁净与干练 但是却总有一种 灰之不散的刺鼻气息 笼罩在身上 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的感觉 而在怀石端向着对方的时候 对方也在看着他 哦哦 漂亮的对手啊 真好啊 真好 那个中年男人伸出舌头 舔视着干燥的嘴唇 似笑非笑地撇着他 还有他身后的观众席上 坐着的珍惜 你们 是得罪了什么人吗 比起面无表情的怀石来 虽然珍惜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 可眼神却忍不住游异了起来 显露出一丝不安和心虚 你的雇佣者 似乎有点信心不足啊 女士 身经轻沙哑地笑了起来 将手中的工具箱 放在了身旁 抬头提议道 在开始之前 要不要认输呢 女士 说真的 您的面孔如此的完美 令我心动 实在是不想破坏这一份美好啊 怀石很想说两句骚话对回去 但却受限于伪装不能开口 憋得慌 不是 你们一个两个的 都是看脸过日子的吗 见到一个女人 就走不动路的 只能翻个白眼 以示不屑 哦 是我冒犯了吗 身经沁满不在意地 哥哥怪笑起来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多余的话 不必多说 看在那一张 令人愉快的面孔的份上 我不会让痛苦持续太久 在他身旁 工具箱被打开了 钢铁摩擦的声音响起 一柄两寸长的小刀 从其中抽出 在暗淡的灯光下 展露出五彩斑斓的恐怖纹理 自无数毒物中 所萃取而出的精髓 最终缔造出了这样 将一切生灵 解剖灭杀的力气 那个家伙 开场就将压箱底的东西 拿出来了吗 观众席上的亚鲁姆恶然 还真是和传说中一样 对手越弱 就越喜欢兴奋的变态啊 那是山老料理 真正所经善的记忆 群山的黑暗面 堕落的山神 生长孕育万物的神性 在地狱中的投影 曾经孕育生长之物 转化为冷酷猙獰之物 在精心的酝酿和缔造之后 便形成了 哪怕是除魔 也无法承受的恐怖毒素 明明鲜美的 让人无法拒绝 可畅快饕餐之后 所迎来的 便只剩下绝望和死亡 一旦端起参聚 那么 时刻的性命 就已经放在了 山老的锄刀之下了 并没有任何的轻慢和狂傲 哪怕嘴上 表现出轻浮梦漫的样子 可身经庆 竟然一开始 就选择了全力以赴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啊 那么 双方都准备完毕了吗 高空延伸出的看台之上 锤帘后面 有一个宛如阴灵一样 故作姿态的扭捏声音响起 作为上皇使者的宦官 以白粉图面 嘴唇开合之时 齿色漆黑 此处一切诚然 已经在狱前所见证之下 而等双方 必不可有所隐瞒与懈怠 明白了吗 无人回应 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那位使者并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是一身旁跪坐的犬将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他了 于是苍老的武士起身 向前一步 沙哑的声音化作雷鸣 回荡在这地下的庞大空间之中 那么 堂堂正正地 一决胜负 那一瞬 高亢的钟声再度响起 可可可 甚好 甚好 身经沁大笑 修长的食指按在了料理台之上 整个桌面陡然一阵 无数工具从架子上飞出 紧接着 随着他的肩膀一阵耸动 在粘稠的声音里 竟然又有四条手臂 从身后伸展而出 接住了空中落下的工具 缓缓展开 恰似八族蜘蛛那样 盘踞在自己的领域之上 身旁水箱中的石材 已经自行落在了案板之上 那是一条 猙獰的河豚 位于京都边境 黄泉比两版 历史长达六百年以上的 除魔名殿 三图所豢养的特殊品种 龙河豚 具有着凌驾于寻常河豚 十倍百倍以上的鲜美 同时 也具备着千万倍以上的恐怖毒素 色彩黄黑 宛如蛟龙那样 猙獰地在空中扭动着 责任而逝 可伴随着身经浸流畅的动作 五彩斑斓的短刀挥洒 在空中便已经将 虎河豚滑腻的身体剖开 他甚至来不及骨障身体 放出锐利的尖刺 内脏便已经流淌而出 紧接着 开始冷酷地拆分和切片 但令人惊讶的是 就算已经拆分成了骨架 可河豚的口部 却依旧在艰难地开合 他还活着 为了保持最极致的鲜美 和最极致的味道 三徒驰名地狱的河豚料理 最出名的便是这一点 哪怕在端上桌的那一刻 一直到尊客下筷之后 他都依然能够保持着自生活性 将本质的鲜美 宛如炸弹一样 从石刻的胃尾上爆发 至于是否带有毒素 那就要看厨师自己的心情了 只不过 倘若是料理的话 就绝对不只是刺身 这么简单的一种了 作为山老料理的传承者 三徒的主厨之一 身经浸可不会单纯地 将这种不堪入目的天然毒 送上对手的餐桌 就在他的手中 无数色泽诡异的毒物 就已经从工具箱中拔出 行云流水一般的处理 投入燃烧的府中 开始熬制浓汤的底料 这时包含了刺身 手握 天妇罗 火锅 杂炊 乃至最后白子甜品 汇聚了万众猛毒之后 煎熬出的精脆 地狱沙龙 铁炮大雁 有隐约的虚影 从他的身后浮现 那时仿佛琥珀美酒 汇聚成了河流 三徒穿上奔流不息的黄泉毒水 呼应着来自地狱的力量 这一份由人所缔造的恶意中 诞生出了灾恶的原形 只是细袖 就令槐尸胃口打开 迷梦之龙里 群压高亢地鸣叫起来 早已经迫不及待 可对比对手的权力以赴 槐指素子这边 却异常地咸鱼了起来 不紧不慢地 伸手 从料理台的柜子里翻找 竟然连自己的工具都不打算用 然后 翻出了一个调酒瓶 掂量了一下 还算趁手 素子小姐的嘴角露出愉快的笑容 就这个吧 第625章 河豚大雁 就这样 隔着几十米 当着身经的面 在所有除魔的凝视之下 槐尸将调酒壶放在料理台上 倒入纯净水200毫升 转身 打开冰箱 加出无气泡冰块两块 丢进壶里 盖上了盖子 然后就完事了 再也没有放进去过任何东西 伴随着冰块碰撞的沉闷声音 调酒壶在素子小姐的手里转了一圈 灵巧的飞起 在空中划过了一道弧度之后 再度坠落 宛如驯服的动物 调酒壶在怀尸的手臂和食指之间 灵活地跳跃 翻滚 摇晃 如果不是确认 这不是什么魔术师的把戏的话 几乎让人以为他手中有一根无形的绳索 拴在了壶上 才能做出如此惊人又丰富的动作 令人眼花缭乱 并没有处理食材 也没有点燃灶台 甚至没有在动用任何的工具 只是在赛场中随意地抛弄 摇晃着自己手里的调酒壶 好像要给在场的阿姨们 做一杯卡布奇诺 但卡布奇诺不是这么做的 而且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 壶里并没有什么咖啡 甚至连大豆都没有一颗 好像在开玩笑一样 让人难以理解 他在干什么 杂耍 不是在调酒吗 弗拉基米尔挠着下巴 疑惑地说 也有专注与饮品的除魔吧 好像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吸皮式打扮的亚鲁姆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调酒 这叫调酒 他可以打赌 酒瓶里但凡只要有一颗酒精 他今天就把那个瓶子 沾着头包吃下去 这他娘的 纯粹就是冰水吧 吼吼 赏心悦目 也是厨艺表演的一部分呢 郭老除魔 依旧保持着阿兹海默正晚期的样子 一副厉害厉害 真厉害的样子 让人火大的不行 可是在遍布灰斑和白衣的双眼之中 眼瞳却微微收缩了起来 闪过一道隐晦的电光 忘记法 寻龙断穴 度量大地气脉的原质记忆 运用在双目之中 在那一瞬间 敏锐地 察觉到了不对的地方 那是什么 在怀尸的手中 隐藏在条酒壶之内的诡异波动 像是隐晦的漩涡一样 悄无声息地转动着 毫无任何热意地扩散 反而将一切热量尽数抽取 源源不断地投入其中 令整个地下空间的温度 都隐隐降低了一分 可是却并没有几个人 能够察觉到 这微妙的变化 正是在那一瞬间 怀尸的长筒手套之下 钢铁的手臂 悄无声息地裂解开启 黑暗之中的熔炉 亮起细碎火光 铸造 不 料理开始了 整整大半个小时 怀尸都在随意地 摇着手里的条酒壶 除此之外 毫无任何的动作 就仿佛已经彻底闲鱼 放弃了比赛 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其他方向 别人看过来的视线 已经越来越嘲弄 珍西在椅子上 坐立不安地攥紧了拳头 凝视着那个背影 虽然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好像现在的状况 对于己方压倒性的 不利的样子 不过只要看着怀尸小姐 依旧淡定的样子 她就莫名地有了一丝信心 情况还没有那么糟 还有翻盘的余地 很快 她就嗅到了空气中 渐渐扩散开来的气息 应该说 到了现在 已经没有人能够忽略 空气中所酝酿的味道了 还有那渐渐回荡在耳边的 细碎沸腾气息 那是砂锅之中 无数气泡升起扩散的声响 带着浓汤所特有的奇异鲜美 它们从沸腾的府中升起 在奶白色的浓郁汤之中 掀起一阵阵涟漪和波澜 荡漾在菌菇和蔬菜之间 当接触空气的时候 那些气泡所裹挟的浓厚鲜香 便会瞬间爆裂开来 融入风中 飞向四面八方 宛如即将喷发的火山 无可阻挡 融汇在锅中的可怕鲜甜 在不断地钻出盖子的缝隙 化作丝丝缕的炽热水气 萦绕在了每一个人的鼻尖 带来毫无掩饰的鲜美 和恐怖的诱惑 在细秀那香味的瞬间 人便已经有了所谓的觉悟 哪怕前方是地狱 也想要一探究竟 想要尝试那样的美味 就算那一份过于极致 和过于庞大的鲜美 会将自己也吞噬 传菜铃的清脆声音响起 从身经庆的手下 料理结束 伴随着黄泉须饮的消散 那个枯瘦的中年男人 眼中亮起了诡异的火光 端向着前方的对手 笑意猙獰 可以开始了吗 怀指小姐 细碎的水声戛然而止 吊酒壶落在桌子上 宛如头中一般 另一切尘埃落定 怀师抬起眼睛 凝视着身经庆面前的料理台 一片白蒙蒙的热物笼罩了一切 将那一份猙獰的爪牙藏起 可诱人的香味 飘散在空气中 正在跳动着腹中的饥渴和躁动 他已经等不及 转身在洗手台上 将双手洗干净 怀指小姐拉开了椅子 坐在了桌子前面 终于露出一丝期待的笑容 静静地等待 冠以铁炮之名的死亡之宴 开始了 难得遇到如此美好的客人 让人兴致勃发 走近的身经轻微笑着 穿上了第一道菜 今日是全套铁炮大宴 足足用了三条河豚最美味的部分 分量稍微有些大 如果吃不下去的话 不必勉强 但我相信 如此圣意 怀指小姐肯定不会拒绝 宛如盛开的牡丹那样 就在以各种鲜艳生菜 所点缀的盘子之间 晶莹剔透的刺身 零刺质笔 那些纯白的色彩汇聚 交叠在一处 宛如盛极的繁花那样 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甜气息 当筷子夹起的时候 每一片极薄又柔韧的鱼肉 映照着灯光 就泛起了隐隐的光彩 已经不知道重复练习过多少次 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时光之后 才有如今怀尸手中这小小的一片 机里分割完美无瑕 保持了每一片形质的相同 和均匀的风味之后 又将小小的一片刺身切得 如此赏心悦目 实在厉害 只不过 只有刺身而已 并没有左河的成醋 萝卜泥和白葱的存在 本店的河豚 不需要其他杂物的辅佐 只要您品尝之后就会明白 毫无必要的外物只会玷污 这一份珍贵的食味而已 身经沁昂着头 信心十足地宣告 怀尸张口 将一片刺身吞入腹中 宛如在瞬间引爆了鲜美的炸弹 当潭力十足的鱼肉机里 被牙齿咀嚼的瞬间 鲜甜美好的汁水 就从齿缝中蹦射而出 挑逗着舌头上的味蕾 将鱼肉所特有的清甜和繁物 难以企及的恐怖鲜美爆发开来 极致而朴素 毫无任何的装点和花俏 虽然没有时间去经过熟成 但风味依旧不逊色于任何其他的同类 确实如同身经所说的那样 一切外物都只会令这一份鲜美变得奴钝 唯有最单纯的品尝 才能够最深入地体会到 那一份早已经渗透在 每一个细胞里的鲜活生命力 越是咀嚼 就越是能够深入地感受到 缭绕在舌尖的甜美 可紧接着便越是空虚 就在上一片鱼肉没有咽下的时候 怀尸就已经加起了下一片刺身 极带的张口 早在吃下第一口的瞬间 怀尸就已经了然得有所领悟 这一份纯粹天然的鲜美 确实是如今的自己无法企及的领域 历代三徒的主厨 钻研了多少年 培育了多少代的鱼种 改良了不知道多少工序 才将河豚的风味推演到了极致 哪里是自己这样的外来者 能够轻易进入的领域呢 一片 两片 三片 当潺潺细流一样的鲜香 化为醇厚浓郁的风味时 怀尸已经沉醉在其中 难以停止了下来 没错 就是这样 身经庆咧嘴 微笑 眼瞳之中的火光舞动 这就是三徒主厨 绝对不会动摇的信心 不论是多么挑剔的时刻 一旦吃下第一口 便会无一例外的这一份天然的魔性所捕获 然后一步步走向深渊 再无回头之路 糟糕了呀 观众席上 郭老厨磨眯起眼睛 咯咯怪笑起来 竟然 不做任何防备 就踩进套路里去了 是对自己别有信心 还是完全一无所知呢 纵然作为老牌的怪物级除魔 可他对三徒的铁炮大雁 依旧有所忌惮 那可是寻寻善诱 一步步将人导入绝境的恐怖蛊惑 一旦第一次开始放纵之后 接下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而当怀尸的动作终于停顿下来的时候 他才发现 眼前刺身的盘子竟然已经空了 一整条龙河豚 最鲜美香甜的部分 已经被他彻底吃光了 但是 他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宝足 反而越发的饥渴 想要更多 并没有让他等待太久 紧接着 第二道菜已经端了上来 鱼骨天妇罗 请了 身经轻微笑着 再放下了另一个酒杯 请左以鱼其酒一同品尝吧 灿灿如今的天妇罗被夹起 看不到任何的油水粘连 和多余的油心存在 极薄的一片 好像琥珀磨制成片状 隔着天妇罗 竟然能够清晰地看见 另一头的光影 当筷子将天妇罗送入口中的时候 便有清脆的声音响起 在寂静里 如此清晰而透彻 咔嚓一声 酥脆的杂物在牙齿之间破碎了 经过了油脂的烹炸之后 孕育在热意之中的那一份美妙的香味 披上了璀璨的外衣 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清脆声响 在他的耻尖起舞 那是和鱼肉的鲜美 截然不同的味道 经过了简练的加工之后 蕴藏在鱼骨之中的奇妙味道 伴随着酥脆的口感 一同从舌尖流入了腹中 不需要任何的提示 怀尸端起了身旁的酒杯 将其中的清酒一饮而尽 瞬间 涌动着鱼气交香的清酒流入喉中 和鱼骨的鱼味混合在一处 被点燃了 热浪扑面而来 长发舞动在空气里 感受到感受到 浑身被这一份酣畅淋漓的热意 所彻底的包围 紧接着 鱼竿手握 唇后鱼竿入口即化 渗入灵魂 化作了更胜刺身 凌驾于常识之上的极致鲜美 疯狂地咀嚼 几乎停不下来 当河豚锅终于端上桌的那一瞬间 终于 徒穷比陷 第626章 饕铁 如今的怀尸 已经完全地被这一份鲜美所俘获了 当砂锅的盖子 在他面前揭开的时候 便好像有浩荡的洪流 从其中喷泊而出 化作引颈丝鸣的虚影 奶白色的沸腾汤汁之间 烂熟的豆腐 翻着白玉一样的光泽 而翠绿的青菜和菌菇 起伏在浓汤之中 展露出无与伦比的诱惑 更加惊人的 买是那一份 已经足以将人溺死在其中的奇象 窒息 完全已经 喘不过气 忘记了呼吸 怀尸的食欲 已经无法用任何的东西阻止了 每一个细胞 每一道原质 都在散发着浓郁的渴求 无数乌鸦在买骨圣锁之中 疯狂地嘶鸣着 无法饱足的饥渴在燃烧 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了 此刻唯一存留的 只有来自本能的口腹之欲 想要吞吃 想要更多 哪怕所吞咽而下的 乃是足以将自己杀死的猛毒 也在所不惜 请吧 怀尸女士 这就是你的命运 身经轻微笑着 盛上了一碗浓汤 放在怀尸的面前 嫩白的鱼肉 起伏在汤汁之中 粘稠的汤汁上 荡漾着点点星辰一般的幻光 就在菌菇和青菜之间 弹动的豆腐 折射出晶莹的色彩 没有任何犹豫 怀尸小姐端起汤腕 张口 近乎狂暴地饕贴 丝丝缕缕的青色 就从脖梗之上升起 一点点地 爬上了面孔 交织出猙獰的猪网 令那一张沉醉在 饕贴之中的交好面孔 变得无比猙獰 有源源不断的原质 从那个纤细的身影之中 升腾而起 侵蚀着周围的一切 被染成了诡异的深紫色 那是毒 没有错 以河豚为基础 融入了无数心血之后 推陈出新 所演化出的深渊之毒 这才是龙河豚 最为珍贵的地方 近乎曾经河川主 一般的高贵地位 寻根溯源的话 甚至传承了高贵的龙脉 纵然 天下已经再无真龙 可恶交织魔性 却越发地狂暴 在深渊除魔的调和之下 以此为基础 将属于河豚的天生之毒 和无数后天之毒 融合汇聚在一处 竟然另料理 也好像诞生了生命 被赋予了灵魂的雏形 形成了不逊色于 任何深渊造物的灾恶 随着怀尸的进食 一点点的他的体内累积 直到爆发的那一瞬 一切就已经无可挽回 无数毒性融合在一处 渗透了他的灵魂 自内而外地将一切污染 引发了不可逆转的原质变化 山老料理和三徒的密传结合之后 由深精庆所完成的至高杰作 无人能够拒绝地饕贴诱惑 无人能够抵挡地凝固灾恶 也无人能够解除地恐怖诅咒 魔性窜变之毒 被三徒的大将誉为 在他有生之年 渴望迈入第六天领域的恶意精髓 仅仅是从怀尸身体中 所泄露出的一丝丝余毒 就令脚下的青砖也开始朽坏 无可抵挡的衰败气息扩散开来 将那个纤细的身影笼罩在其中 毒素深入灵魂之后 所缔造的魔性开始爆发了 场边的侍者们惊恐地后退 只是细微地被余毒所波及 便看到自己的肢体 开始迅速地朽坏 即便扭曲成了诡异的模样 就连尖叫都没有机会发出 迎来消融化作粘稠的血水流淌 这一份剧毒的猛烈 哪怕是令围观的除魔也为之动容 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浓厚的忌惮 身经庆咧嘴 没错 畏惧吧 从开幕赛的这一刻开始起 将这一份阴影 植入自己的肺腑和灵魂之中 在接下来的每一次对决之中 耗尽心力地对此进行防备 但是防备不会有用 除魔对决的规则 先天性让自己站在最有力的地方 就算是再多的防备 当人一步步深入了自身的领域之后 便再也不能抵抗魔性的吸引了 倘若不惜一死吃河豚的话 那么这一份凌驾于寻常河豚之上的鲜美 所带来的便是比死亡 还要惨烈千万分的恐怖后果 前提是 毒素真的能够奏效的话 此时此刻 身经庆终于感觉到了 一丝不对 当碗中的浓汤被一饮而尽之后 自己所倾听到的不是惊恐尖叫 而是一声兴奋的长叹和呻吟 紧接着 空空荡荡的汤碗 被抛在了地上 毫不可惜 饥渴 被引爆的饥渴 无数铁鸭此刻在疯狂地躁动着 将自身的饥渴 源源不断地传达给了怀师 渴望进食 渴望更多 怀师一把夺过了 身经庆手中的勺子 然后将滚烫的砂锅端起 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香甜浓郁的汤汁之中 倒映着那一双新红的眼瞳 包含着期待和愉快 迫不及待地 抬起了勺子 连带着菌菇 鱼肉和汤汁 咬起了满满一勺 倒进了自己张开的口中 令人头皮发麻地咀嚼声音响起 就那样 将沸腾之中的浓汤 吞入了腹中 连带着千百倍的猛烈毒素 没有漏掉一丝一毫一滴在外面 任由魔性翻涌在自己的灵魂中 任由窜变之毒 侵蚀自己的身体 放口滔天 身经轻愣在了原地 将映住了 笑容渐渐破碎 因为此刻 就在怀指素子的身体之中 所生起的 再不是他所谓之骄傲的 窜变之毒 而是如梦似幻一般的光芒 美妙的令人心醉 可是又飘忽的 好像不存在于尘世那样 他的存在化作了泡影 一处集碎 可从那一双眼瞳中 所散发而出的 乃至夺人心魄的炽热光芒 一千个美梦 和一千个噩梦 重叠在了一起 在此刻破碎了 涌动在其中的绝望 恐怖 痛苦 以及曾经充盈的幸福 一起扩散开来 冲天而起 形成了狂暴的漩涡 不论魔性之毒如何的变化 都无法挣脱那恐怖的隐蔽 随着食物一同 被他残酷地咀嚼 吞咽 落入腹中 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成为了那恐怖之梦的 微不足道的养料 那诚然是公于心计 费尽了一切心血所递 造出的猛毒 诚然是令怀师无比钦佩 无比沉醉的除魔料理 但在此刻 在现在 在他的面前 便是食物 是资粮 是成长所必要之物 是令鸭群们成长的垫脚石 实在是 可口 如果可以的话 怀师想要欢呼 想要大声地去赞叹 去夸奖 去认同身经庆 这一份杰出的才能与记忆 不愧是山老料理 不愧是三托 完全停不下来 怀师沉醉在此刻的享受之中 感动得几乎快要流下眼泪来 那些鲜美的灾厄 在他的口中翻滚着 咀嚼 吞咽 旋即便被灵魂所吸收 转化为纯粹的深渊精髓 卧贯着无数饥渴的乌鸦 这一份成长的喜悦 实在太过于美妙了 可并没有过多久 这一份由衷的喜悦 便突如其来地停止了 怀师的动作一顿 自狂喜之中低下头 陷入呆滞 在他的面前 砂锅之中已经空空荡荡 背盘狼藉 再无半分残留 铁炮大雁结束了 结束了 怀师抬起头 困惑地看着眼前的除魔 一片茫然 满怀着疑惑 首先感受到的是遗憾 紧接着是失落 最后 竟然是愤怒 难以言喻的愤怒 这就结束了 究竟是在搞什么啊 这不是 才刚刚开始吗 还没有吃饱 应该说 食欲才刚刚到来而已 竟然就已经没有了 只有这么点分量而已吗 开玩笑的吧 和他曾经见过的 宛如黑暗之海那样 汹涌澎湃的宏伟绝望相比 这只不过是个一杯 佐料精致一点的糖水而已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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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季中 身经轻的表情抽搐着 忍不住 亮腔地后退了一步 脸色苍白 明明是如此娇好和妖艳的美人 可是却无法再让人感觉到任何的美与畅快 被那一双眼瞳看着 便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惊恐 就好像 有什么猙獰的庞然大物 在他的眼前 缓缓升起 庞大而黑暗的阴影扩散开来 将他覆盖 吞没了 美好的伪装被撕裂了 展露出了恐怖的本质 那是无法度量的深渊 凭借他的微末记忆 绝对无法满足的饕贴漩涡 只有一双猙獰的眼瞳俯看着他 满怀着失望和鄙夷 更多 更多 愤怒的咆哮 从他的灵魂之中响起 震怒嘶 废物 给我更多 可是再没有更多了 身经庆全力以赴的铁炮大雁 他为之骄傲 和自得的魔性之毒 在这一双宛如来自深渊的眼瞳之前 迎来了彻底的溃败 而更加痛苦和绝望的 乃是原本属于除魔的矜持和操守 为了极致的料理 而不惜踏入深渊的除魔 竟然会无法满足客人的需求 竟然就连单纯地让人吃饱都做不到 自己拼尽全力之后 竟然只能够让他开开胃而已 再没有什么 比这个更令厨师绝望和痛苦了 就连三徒的百年招牌 都会因此而蒙羞 怎么可能从这一瞬间开始 身经庆最后的斗志 彻底丧失 瘫软在地上 动弹不得 很快 怀尸便从这一份饥渴之中清醒了过来 恢复了镇定 在擦了擦嘴之后 遗憾的眼前空空荡荡的碗叠 虽然失落 但保持着对于对手的敬重 和这一份美味的赞赏 双手合十 致意谢意 持走样 接下来 就轮到他的回合了 挥手 示意那些惊恐的侍从上前 将桌子收拾干净 然后 他先是拿出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宽口酒杯 放进了一枚冰块 打开了已经放置许久的条酒壶 将其中的冰水倾倒进杯中 最后 拿起条羹 在杯口上轻松写意地敲动了一下 细碎的震荡 打破了原本的平衡 封存在冰水之中的寒意扩散开来 令杯身上挂上了一层轻薄的白霜 于是 大功告称 怀尸引手 向面前失魂落魄的身经庆示意 请吧 身经阁下 如此饱寒气带地微笑着 怀指素子 终于展露出烈食者的愉悦争名 现在 轮到你来 点评我的作品了 第627章 心痛感觉 就在玻璃杯之中 水面还在微微晃动着 折射出隐约的光彩 所有人都忍不住伸出脖子 往前 仔细探看 皱起眉头 这是什么 水 废话 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是水吧 但这东西究竟是在搞啥 一个出身迎舟的除魔捏着下巴 寻色半天 看样子 似乎是水哥 不错的技巧 干脆利落 水哥 原本流行于迎舟的饮酒方式 简单来说 就是往酒里掺水 降低酒精度 让人能够更好地品尝出酒香 一开始用在清酒之上 后来当威士忌这样的外来酒 进入市场之后 就开始迅速地流行了起来 加冰河水之后 充分搅拌均匀 一直到杯身挂霜 是水哥没错了 废话 在这里的人 谁还看不出来 这是水哥 但问题是 你搁了个啥呀 水哥清酒 水哥威士忌就算了 你搁这儿水搁水 又是什么新品种的套啊 况且 杯子里 应该就是纯粹的水吧 没有加过任何的二氧化碳 那么多气泡 又是从哪来的 总感觉很不妙的样子 亚鲁姆欲试不决 扭头问道 郭老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哦吼吼 老朽对此可略知一二啊 郭老厨磨笑得 好像一朵老菊花 摩擦着膝盖 感慨良久之后说道 这应该就是 冬夏料理中的名菜 开水白菜吧 一时间数不清地问候 从所有人的脑门上冒出来 啥玩意儿 开水白菜 是我有问题 还是你有问题 你们冬夏人 是不是碰到个什么 做菜的时候 都喜欢跟人唠这个 哪里有这样的 开水白菜啊 说不定是亚种啊 老厨磨淡定的点头 料理总要推陈出新吗 别开玩笑了 开水白菜的话 那开水呢 郭老厨磨耸肩摊手 放太久 凉了呀 那白菜呢 可能是忘了放了吧 老头一脸词子深不可测 恐怖如斯的样子 让其他人都懒得 听他再继续胡扯 因为怀师已经顺手 抄起了旁边的便签 写了一张纸条 贴在杯子上 贴心地写好了介绍 创意料理 心痛感觉 这可是他灵机一动 所研发出的全新成果 结合了铸造者的记忆之后 完全脱胎换骨的 肥宅悲伤水V3 零 贴完之后 怀指小姐微笑着 指了指杯子 向着深精庆 殷勤的期待 请啦 朋友 而深精庆沉默着 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 好像终于从之前的惊骇中 清醒过来 凝视着眼前的水杯 表情变化着 渐渐抽搐 克制着怒意 但越来越庞大的怒意 却难以克制 令他瞪大眼睛 面色铁青 别开玩笑了 怀指 身精庆在怒斥 你将料理当成了什么 玩笑吗 就这种东西 我就是死在这里 从这里跳下去 也是绝对不会 怒斥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有厚重的阴影 覆盖在了他的脸上 遮蔽了那一双眼瞳中的光亮 从近在咫尺的地方 怀指素子低下头 俯瞰着眼前的对手 并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凝视着 可被那一双漆黑的眼瞳 所俯瞰时 便毫无疑问地 感受到来自其中的压迫力 那是在告诉他 喝掉 他在警告 好像要将那莫名的暴虐 植入眼前的灵魂那样 如此冰冷地向着 向着案板上的食材 下达了绝对的 不容违抗的指令 无需话语 那样冷漠又嘲弄的意味 已经深深地铭刻进了他的灵魂之中 在他耳边细血的低语 身经军 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不要像小孩子那样挑食了好吗 倘若吃不到糖 就想要捣蛋的话 那就给你一些甜头吧 当着他的面 怀指素子扯过调味盘来 揭开盖子 随意又敷衍地 捏了一撮糖 甩进了面前的杯子里去 好像这样 就会让冰水有了味道一样 这便是最后的怜悯了 现在 他再一次地抬起眼睛 弯下腰 凑近了 近在咫尺地凝视着他的眼瞳 传达了最后的命令 给我喝掉 被那一双眼瞳凝视着 便好像瞬间落入了深渊里 失去了最后的反抗意志 不由自主地伸出手 拿起了杯子 等身经气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唇边 已经贴在冰冷的杯盐上 倾斜 一线冰凉的水流 便已经流入了口中 顺着喉咙一路向下 畅爽的凉意扩散开来 令他忍不住尝出了一口气 感觉到一丝爽快 出乎预料的 甜甜的 还挺好喝 不 应该说 杞人心疲 被随意抓取来的粗裂糖粪 随着冰水的冷意 扩散在胸翼之间 好像助力在扑面而来的寒风中 仿佛看到初春时期 所渐渐逝去的梅花 凋谢在枝头的样子 勾搂又卑微 他的眼神渐渐迷离 明明一点酒精都没有 可是他却 竟然感觉自己醉了 沉醉在这美妙的原质感受之中 回忆那一年的冬天 在这一瞬间 他察觉到了不对 眼瞳下意识地收缩起来 想要反抗 但紧接着 眼前有幻影浮现 那一年 从天空中降临的雪 还有梅花树下 孤独助力的那个少女 纷纷扬扬地雪落在 他的头发和肩膀上 渐渐将他后颈上的小致覆盖 再也看不见 只剩下雪那样的肤白 当他回眸看向自己时 如气一样的双眸便令 鄙视少年的心脏 怦然跳动了起来 很快 那样的幻影 又迅速地消失在了眼前 阿桃 他失神地呢喃着 陷入恍惚 从那之后 已经多少年 未曾回忆起他的样子了呢 哪怕是自己 也忘却了那一段 被掩埋的回忆 现在 往日的残影再度浮现时 便令他在迷茫之中 再一次地感到沉醉 不由自主地 再度饮下了一口 等反应过来 这是毒药的时候 已经晚了 因为残留在口中的甜味 渐渐酸涩起来 在迷离之中 渐渐回忆起 那一段属于自己的 也仅仅属于自己的 短暂地又充满苦痛的青春 阿桃 那是大师傅的女儿啊 怎么样 是个美人吧 哎呀 真令人羡慕啊 我怎么就生不出 那样的女儿呢 你小子 该不是在发春了吧 赶快给我滚去干活 不要胡思乱想了 三徒的工作是很忙的 尤其是学徒 不仅仅要打杂 而且还要端茶倒水 负责给师傅和前辈们跑腿 像是仆人一样 每天忙到昏天暗地 稍有错谬 就会遭到冷酷无情的鞭打和痛斥 同期的很多同伴 都受不了这样残酷的待遇而退出了 唯独就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 咬着牙 忍着泪水 不知道多少彻夜难眠 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最终 蒙受大师傅的恩惠 被收为了正式的弟子 直到那一天 再一次在宴会中见到阿桃时 他才隐约明白 或许自己能够熬过那漫长的煎熬 不是因为什么根性和毅力 只不过 是想要再一次见到他而已 两人之间的接触 也只有仅此而已 走廊之下的相逢 每日晨婚时见面的微笑 还有擦肩而过 时所存留在空气中的芬芳 令他渐渐迷醉在其中 渐渐地 不可自拔 被那个身影占据脑海 发疯一样地想念他的脸 他的背影 和他的身体 做出了那么多可耻的事情 只想要再接近他一些 哪怕只有一点点 像是忠诚的狗 只要是阿桃说的话 他都会听 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 自己就会买 只要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自己不论怎么样 都回去做 直到有一天 看到 别人将他抱在怀中 那究竟是多久之前的景象了呢 为何还如此 历历在目地印刻在心中 每一次想到 都不由自主地 感觉到心脏隐隐作痛 喘不过气来 他低着头 下意识扯开了领结 端起水杯 狠狠地喝下了一口 想要用冰水 压下心头的烦闷 过度的糖分扩散开来了 和酸味纠缠在一起 只剩下了难以言喻的苦涩 嫉妒 这是嫉妒的味道 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阿桃竟然露出了自己 从未曾见过的美艳笑容 好像阳光一样 深深地刺痛了神经的心 令他几乎癫狂 倘若 他能够幸福就好了 只要他过得好 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只能够用这样的理由安慰自己 蜷缩在阳光找不到的角落里 渐渐卑微地像是尘埃 可幸福并没有到来 在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之后 阿桃就被那个人渣甩掉了 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同 并没有过了多久 就和新的男友出入成双 笑容依旧 只是渐渐地和过去不再相同 然后 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背叛和舍弃 都是那群混账东西的错 每一次分手之后 阿桃都会流着泪 对自己哭诉 每一次 他都想要鼓起勇气 说出心中的话 或许 下一个 下一个就可以是自己了 到时候 自己就绝对不会让他受到那样的伤害了 无数次 深惊这样的发誓 直到有一天的深夜里 那一张带着隐隐酒气的飞红脸颊凑过来 端向着他的脸 眼波流转 哦 我知道了 他露出笑容 深惊君 你一定 还没有抱过女人吧 在他耳边轻声呢喃 只要尝过一次那样的滋味 就不会这么难堪咯 怎么样 要不要我来帮忙 就当是你一直以来的愁现 啪 在深惊君的手中 水杯崩裂 开一道痕迹 那是梦破碎的声音 深惊已经忘记自己当时究竟是怎么回答得了 只记得自己就那样 低着头 可耻的 狼狈的 逃走了 想要逃到影子都追不到的地方去 将一切全部都忘掉 从那之后 便是慢慢空洞的时光 就在赛场之上 深惊君早已经沉浸在梦的泡影中 将一切都抛到了脑后 只是大口地吞咽着杯中的苦涩 不知不觉的 泪流满面 为何会变成这样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切就变得不同了 自己竟然从未曾察觉 可他呢 他真的知晓自己的心意吗 寂静里 泪水渐渐地落入杯中 一点一滴地 打射手心 旋即又迅速蒸发了 就好像他端着的 不是什么水杯 而是烧红的烙铁那样 在恐怖的高热里 将他的手 渐渐焚烧成焦炭 痴痴作响 那是隐藏在酒杯之中的热量 终于爆发了 随着冰水的减少 开始扩散 明明只要松手 就能够得到解脱 可是身经却舍不得松开 只是流着泪 在迷离之中 戳饮沸腾的苦酒 只想要 再一次地看到那样的幻影 再一次回到初见识的梅花之下 凝视着沐浴在雪中的那个少女 告诉她 一直以来 自己都想要说的事情 阿桃小姐 我是发自内心的 爱着您的呀 如此卑微地 从裂开的心中 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已经无人回应了 身经庆 闭上了眼睛 不省人事 可就算在晕厥之中 依旧在流泪哭泣着 死死地抓着那个水杯 哪怕是抢救者用上了铁钱 都难以掰开 在旁边 怀尸目瞪口呆 要说的话 这是她通过对某人进行观察和取材 最后所得到的灵感 以迷梦之笼中的辅毒原质作为材料 将种种情绪转化之后 进行重铸所得出的结果 谁只是水而已 融入其中的 也只有一粒微不足道的泡影之中 以欢欣的错觉作为起点 在结辉的引导之下 渐渐堕落 最后在绝望的苦痛中 无法自拔 这就是水歌之梦 可惜的是 梦境操作 毕竟不是怀尸所长 所以靠的 不过是抚梦残骸所带来的加成 还有铸造者的熔炉而已 不但无法长久保存 而且制作时间也长得惊人 受限于她的记忆 必须对方亲口吞下之后 才能够萌发 顺着对方灵魂的漏洞生长 带来最大的痛楚 这是涂抹了一层糖衣的毒药 和那样的噩梦相比 杯子上的高温 也不过是天头而已 只能说 占了除魔大赛的便宜 她想象不到 身经庆究竟看到了什么 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但多少也通过外在表现 有所猜测 然后 发自内心地感到钦佩 毕竟 舔狗是真的牛皮 并没有过了多久 结果就已经彻底明了 身经庆被判定彻底再起不能 失去了继续比赛的能力 甚至不知道在短期之内 能不能醒来 就在众多错愕的视线中 怀指小姐咧嘴 微微一笑 带着自己的雇主转身离去 除魔对决开幕赛 怀指素子 胜 一直持续到现在 观众席的除魔们 依旧有很多人 没有回过味来 有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但却不会说出口 一方面是把握不大 另一方面 则是巴不得其他人 遇到她之后 也吃一次闷亏 毕竟那位素子女士 是货真价实的强敌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点 不能因为身经庆 如此仓促突兀的败王 就觉得 她是什么简单角色 毕竟三途的名声在外 在座的人 不论是谁都不能保证 自己吃下一整套铁炮大宴之后 能够安然无恙 想要取得胜利 那么就要先发制人 利用比赛规则 先完成的除魔 可以优先 让对手吃掉自己的料理 然后争取一击KO 而不是像是 那个诡异的女人一样 毫无化解地 将窜辫之毒全部吃掉 而且还嫌不够 还想要 只能说 身经庆实在太可惜了 明明是本来有望 闯入决赛轮的人选 结果却遇到了 象星最糟糕的对手 不论是谁都看出来了 那个叫做素子的女人 对毒的抗性实在高得太过分 除此之外 唯独有郭老除魔 对那一杯肥宅悲伤水生 击板的力量有所了解 他实在是太老了 见过的太多 经历的也太多 不论是什么样的记忆 都曾经从对手的身上体会过 如果他猜得没错 那应该是类似 方仙道一样的技法 应该说是 供养习一般的料理方式才对 起源自天竹的除魔传统 仿效天魔扰 乱佛陀觉悟的灾难 而形成的独门料理技术 看似简单 所采用的材料 也并不如何神奇 但对原制的应用方法 却厉害得吓人 哪怕是禅定在如何高深的僧人 只要一晚 乳粥落入腹中 照样也会被生老病死 愿曾慧 求不得 五音赤圣等等原罪一样的本性所纠缠 丑态毕露 倘若不是那个叫做怀指素子的女人 在除魔对绝食 没有披着僧衣的话 她显些以为 这是本代的白帘子 毕竟那一系的除魔标志性的风格 就是 看上去安全又无害 女的看上去要多清纯 有多清纯 男的要多草实戏 有多草实戏 伪装的比谁都要好 但下手的时候 比谁都要多 败给这样的对手 身经庆不算委屈 一开始就落入到了对方的节奏之中 然后还被洞彻了内心的破绽 进行了强化特攻 彻底崩溃 完全在情理之中 早在怀指素子 全套吃完铁炮大雁的时 她就已经输了一半了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老除魔欣慰地笑着 拍手鼓励 好像慈祥的老前辈一样赞赏道 实在是 恐怖如斯啊 如此 克制着内心中 涌动的食欲和杀意 她眯起了眼睛 将后半句话留在腹中 此子 断不可留 第628章 替身 深夜 李建家庄园的独立院落中 过于宽阔的卧室里 埋谷圣索的黑暗升起 将内外隔绝 怀石盘腿坐在地板上 凝视着对面的人影 彼此对视 沉思 在退去了同姬所留下的伪装之后 她已经恢复了曾经的姿态 感受到了久违的畅款 同时 这些日子以来的付出 终于也有所收获 所指的不是吃了那么多 还觉得不够的乌鸦们 而是她自己 而在她面前 就是这些日子 以来她所得到的成果 少私命的残影 不 那已经不再属于残影的范畴 倒不如说 是另一个自己 好像面前有一面 无形的镜子一样 将她的形象映照在其中 但所呈现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倒影 除了放在一起 对比之后 面孔会有所类似之外 不论是性别 还是气质 都截然不同 这是截然不同的反转 确切地说 应该称之为 怀指素子小减 得益于怀师进阶时 过于充沛和豪华的准备 买古圣锁和其他的少私命 有着质的不同 连带着所奋出的残影 也具备着相当的潜力 不只是用于迷惑对手的视线 或者是作为失行 隐藏穿梭的基点和倒标 还具有着能够承载原制的特性 有赖于此 在同级的加工之下 这一道特殊的残影 才能够成长到如此凝实的程度 而到了今天 她终于幻化出了 怀指素子的面孔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由此看来 怀师在赛场之上的对决 恐怕对整个耐量 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否则本质虚无的 怀指素子小减 也无法从这类似都市传说一样的传言之中 得到这样的进步 如今的残影 不 如今怀指素子 已经是如同怀师倒影一样的存在了 现在 随着怀师的动作 就在她的对面 怀指小姐也做出了完全相同的反应 不论是抬手 跺脚 转身 一切映照都完美无瑕 就算是怀师即兴来了一段演奏法 她的对应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 完成了如此高难度的动作之后 甚至还得意眨了一下眼睛 过了好半天 怀师终于反应了过来 汗毛倒数 因为刚刚的她根本就没有眨眼 不对劲 但这样的不对劲 才是正常的 要说为什么的话 自己这个倒影 怀指素子小减 越不对劲 对怀师来说 才是越好的事情 这就是 她为大四命转化命移 所准备的前置之一 名为怀指素子的虚无之人 一个虚假的身份 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人 或者说 是一个足够代替己身命运的存在 如果用玄幻一点的说法 称之为第二元神 或者身外化身什么的 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 怀师没有修宪 也没有飞剑而已 想要成为大四命 她就需要这么一个提身 大四命和少四命 诚然原本同出一元 但不论是从传说 还是如今所有人的认知之中 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存在 哪怕是作为圣痕 也分别落在了三阶和四阶 因为 想要让两者融合为一 就根本不是一个三阶升华者 能够做到的事情 再厉害 再怎么不讲道理的三阶都做不到 并非是能力不足 而是受限于己身的脆弱 奇迹和灾厄 乃是一体两面 圣痕的背面是深渊 过分庞大的奇迹 本身就会吸引灾厄到来 少四命转化为大四命 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力量的暴增 来自地狱的引力也会随之暴涨 仅仅是凭借着第三阶段 刚刚完成以太化的身体 是绝对不可能抵抗得住 如此可怕的压力 在转化完成的一瞬间 怀尸就注定会迎来凝固 堕入地狱之中去 未来也只能和黄金黎明的肥宅们 相亲相爱 因此 对他来说 想要成为大四命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放弃原本四阶云中军的目标 在将自己的深渊大群培养出来 完成少私命的天命之后 以进阶的正统方式 得到属于四阶的完美抗性 成为正牌的大私命 这样也算是 走了正式的流程 完成从后勤部门 到肃反部门的职务调动 转职成功 从此就是对天国普系自己人 具备超强特工的二五载 第二 就是想个办法 顶住地狱的引力 找出抗衡深渊侵蚀的方法 然后偷偷摸摸把这事给办了 表面上我还在后勤部门工作 实际上谁都不知道 我还在卢比扬卡 有一份兼职 无庸置疑 后者的难度肯定会高一些 而怀指素子小姐的存在 就是应对这一难题 而所做出的准备 既然一个人 无法承担大私命的圣痕 那就两个人呗 虽然三个人四个人更好 但从性价比上来看 两个人是最简便和可行的方式 再多了 反而会增加失控的风险 于是 怀指素子的存在 应运而生 倘若计划顺利的话 进入完成状态的她 将是怀师意志的延伸 作为她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 和怀师共同分担 来自大私命的压力 和深渊的反噬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作为替身娃娃 将所有深渊的反噬都抛过去 然后切断联系 反正是工具人 就算是凝固了 也无所谓 倒不如说 凝固之后的玩法 反而会更多 所以 工具人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 平时可以端茶倒水 垂腿捏脚 出事了 可以让工具人解决 搞不定还可以 让工具人去送死 关键的时候 还可以自己代替 面临某些诅咒 威权遗物级的因果律攻击 甚至包括命运的反噬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喜欢工具人 就连怀师自己 都开始没良心起来了 反正就算是另一个自己 也是自己 用不着客气 在同级的加工之下 产生了关键质变 而在怀师的推动和演绎之下 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初步突破 如今 作为倒影而存在的怀指素子 已经不是单纯的异想了 但想要 让它更进一步 就必须建立起足够的传说 最好能够创造一点修正值 或者增加一些歪曲度 这样的话 作为少私命的延伸 怀指素子这个身份 就会越来越真实 直到最后 弄假成真 成为怀师的第二具身体 更令人愉快的是 它本身的成长 也能够算在少私命的天命里 怀师完全可以一鱼两吃 一尸二鸟 虽然玩不好 也会一尸两命 但这种风险 姑且还在承受范围内 就当开个小号吧 所以 在它作为怀指素子的时候 就必须要多搞一些事情 长期目标是完成大私命的转化 并且准备进阶 那么如今 它现在的短期目标 就是尽量地搞事 尽量地喂乌鸦 然后 尽量地在赚点钱 为家里另一只乌鸦 前者虽然很贪婪 但早晚有一天能够喂饱 但后者的话 感觉自己这辈子 也没什么希望了 一家之主也不容易啊 怀师抬头凝视着窗外的明月 无奈长叹 为了保持必要的威严 做出牺牲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错 为了不让陷阱遭受荼毒 还是用钱将那个黑心女人 封印在自己家的地下室里 比较保险一些 就这样 怀揣着今天 也成功地保护了世界的满足感 怀师躺在床上 沉沉睡去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 被电话吵醒了 怀师从床上坐起 低头 看着手机上虎泊 那个臭妹妹的名字 面无表情地按掉 躺下 继续睡 手机又响了 按掉 然后拉黑 手机第三次响了起来 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无可奈何地接通了电话 便听见 琥珀恼怒的声音 你够了呀 怀师 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好吗 大姐姐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毕竟我才18岁 怀师翻了个白眼 深更半夜的 打电话骚扰一个 弱小无助又可怜的男人 你知不知道 我已经可以投诉你性骚扰了 就你 琥珀吃笑 要不咱俩同时向天文会 举报对方性骚扰 你看看统侠局会相信谁 怀师瞪大眼睛 义正言辞地怒斥 有事说事 你这个女人 不要每天都在脑子里 想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作为象牙之塔的 一名人民教师 我都看不下去了 15分钟 心服四 琥珀已经懒得 跟她再扯了 说完地点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恶趣味地卡着点 在16分钟的时候 悠哉悠哉的怀指小姐 骑着一辆 不知道哪摸来的自行车 出现在了琥珀的面前 不出意外地 看到了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怎么这么严肃啊 来 恰东西吗 怀师抬手 把顺手从便利店里 买的关东主递过去 味道还蛮不错的 就是太淡 我额外加了一点辣椒 瞪了怀师半天之后 琥珀深呼吸 克制着自己 将这个臭弟弟 斩语刀下的冲动 严肃一点 把车子放这儿 跟我来 他尝出了一口气 转身在前面引路 前面就是命案现场了 端着关东主 穿过了外层 被看守着的警戒线 怀师终于在路上 看到了一具尸首 惨不忍睹 死法看起来无比眼熟 怀师蹲下身 把嘴里的丸子吞下去 端向着面前倒地的尸骸 眉头缓缓挑起 断头 第629章 传统异能 在怀师面前的 是一具尸体 确切地说 是一具被大半 砍断了脖子的尸体 根据怀师的经验 凶器应该是一把刀 而犯罪者的手法 相当娴熟 像是屠夫那样 冷静又熟练地 用最简单的方式 斩断了柔韧的肌肉 还有坚硬的骨头 瞬间就将死者的脖子折断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还留有了一段皮肉连接 让人感觉不胜利索 但怎么看 怎么都像是刻意如此 不是斩首 而是 借错 怀师手里捏着关东主的串 有一口没一口地啃着 陷入沉思 这现场真是越看越眼熟 越看越觉得有某种急事感 就算是以自己那根本 没有入门的痕迹学 怀师都能够想象到 凶手是如何一步步地 将死者逼入小巷之中 然后残酷地蹂躏着对方 留下浑身的伤口 最后在绝望到来的时候 冷酷又干练地 砍下了对方的脑袋 完美 等等 怎么感觉像是 自己下的手一样 这完全就是 自己的传统节目啊 怀师瞬间警觉 有人要害我 不过很快 他就冷静了下来 首先 自己作为怀指素子 伪装来到盈州的事情 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 罗素虽然恶趣味 但不至于为了折腾自己 去杀害别的性命 统计更不用说了 他想要安排自己 有十万种办法 没必要画蛇天足 和凶器类似的武器 怀师身上 只有御神刀愿增 这个知道的人也不多 自己的两个学生 炼金实验室 管理人凭先生 还有被自己拉过来 试刀的雷蒙德 这种事情 他们也不至于到处乱说 所以 最大的嫌疑人 他回头 看向琥珀 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臭妹妹 你搞什么 不是我 琥珀翻了个白眼 点燃嘴角的七星 我想要害你可太简单了 只要在公众场合 把你的裙子掀起来就行了 况且早在你来之前 这种杀人案就已经发生了 根本扯不到你身上 那是谁 我怎么知道 琥珀耸肩 向外看了一眼 但那个家伙最近 越来越过分了 那边 再过一条街 就是奈良市政府的大门了 这明显是在挑衅 反正别扯到自己身上就好 怀师吃完最后一颗丸子 把竹签丢进了桶里 随意地丢进角落里的垃圾箱中 就这样在杀人现场吃完自己的夜宵 最后还掏出湿纸巾 把手和嘴擦干净 看得琥珀眼角狂跳 最后 视线落在那一颗 还残存着惊恐和绝望的头颅之上 死的人是谁 看上去有些眼熟 怀师想了半天 没想起来 熟人 姑且算是我的堂兄之一 叫做 算了 反正你也懒得记 死都死了 随便你怎么叫吧 你昨天晚上的时候 不还和他的代理人 进行除谋对决的吗 怀师皱眉 深惊庆 他总算想起来 这倒霉催的哥们了 记得之前 他还好好地坐在椅子上围观地来着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谁知道呢 除谋退场 他也失去了竞争的资格 估计是自暴自弃 出来买醉吧 听说附近 倒是有不少可以循环作乐的地方 说起来 在你的同行们 为了生活而辛勤工作的时候 你竟然在睡觉 你有没有感觉很惭愧 对不起 丝毫没有 反而高兴地多吃了一碗夜宵 怀师无慈悲地反驳 你便宜堂兄死了 你不应该开心吗 干嘛这么严肃 还是说 大老远把我叫来 是为了和我分享这份快乐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琥珀悠悠叹息 一个小时之前 你的前同事 李建佳的曾经的家臣 左左目清正 出现在案发现场 怀师的动作僵硬在原地 缓缓扭头 不可置信 啥 他愕然地问 左左目 他没有道理见家吗 之前姑且算是有所联络 甚至还打算加入我这边 但可惜的是 抵达奈良的当天 准备会面的时候 他放了鸽子 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琥珀叹息 那个家伙 虽然为人余职 不通变化 而且满脑子不合时宜地 顽固思想 但对信诺姑且 还是看得很重的 我本来还以为 他出了什么事情 可能死了 但没想到比死了更糟 不过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相信 他会变成什么杀人狂 那个蠢货 是宁愿死都不愿意 如此狼狈的 从琥珀递过来的手机里 看到了当时路口的监控录像 在某个暂停的片段之后 凝视到了那个 急行在夜色之中的男人 只有一个背影 依旧 身披着银舟式的长袍 脚踏目击 夸着不合时宜的长刀 头上却戴着一个 滑稽无比的粉红色摩托头盔 像是试图伪装 但反而变得更加惹眼 只出现了短短两帧画面 但却足以辨认出他的身份了 因为就算脑袋上照了头盔 可那个家伙 却忘记 伪装自己的佩斗 不论是否见过 但只要拿着照片 稍微去武器匠人那里查一查 就完全隐藏 不住身份了呀 实在过于别角了 怀石端向着截图 摇头感慨 说真的 画风这么朋克的杀人魔 我还真没见过 琥珀沉默了半天 瞥了一眼旁边 毫无自觉的精灵断头王 终于感受到 双方脸皮的厚度差距 自叹浮如 怀石也不相信 左左目会是什么断头杀人魔 开玩笑 左左目断头的技术 他还不清楚吗 哪里有这么好啊 况且 以他的脾气 真要报复社会 恐怕早就缠着炸弹 跑去陆民馆了 哪里用得着这样 但明明就不干他的事情 耐不住 他就这么直挺挺地 往凶案现场撞了 而且 实际还如此巧合 藏头鹿尾地隐匿着 自己的行踪 怎么看 怎么都有重大的嫌疑 类似的案件出现多久了 大半个月了 琥珀说 这也是李建家 没有现在就宣布 左左目是凶手的原因 他来这里是一周之前 时间根本对不上 但排除不了模仿罪的嫌疑 都这么久了 怀石愕然 那两本地的监察官 竟然没有行动吗 这得罪务典线 琥珀反问 在东下 社保局会把精灵的安保 交给天文汇吗 行吧 怀石思考了许久 问道 现在管事的是陆冥馆 陆冥馆 家主临选的结果眼上 他们巴不得李建家出丑吗 抢导众人推 这时候是谁都想要过来踩两脚 那群家伙除了过来洗洗地 完事之后装模作样的泄个罪之外 屁事都不会管的 琥珀翻了个白眼 为了避免李建家的生育受损 家老们决定面向所有家主 候选者开出选赏 你差不多是 最后一个知道的了 我知道了 怀石恍然 谁带住那个家伙 谁当家主 呵呵 想什么呢 陆冥馆会允许吗 那群家伙城市不足 但坏起事而来 可太容易了 琥珀冷笑了两声 只能直入决赛轮 并且在李建家的宝库中 任选一件边境遗物 就这 怀石嫌弃的撇嘴 骗乡下人 也该有点限度吧 李建家的宝库里 任选一件边境遗物 听起来很美 但实际上 轮到你挑的时候 好东西恐怕早就被拿走了 清一色的歪瓜裂早给你选 像捡垃圾一样 选哪个都麻烦 况且 一般边境遗物怀石也看不上啊 美德之剑 愤怒之斧 悲悯之枪 欲神刀怨增 不说别西补 就算是他身上背的单肩包 都是神器级的玩意儿 而且 家里还有一只有求必应的 铜拉A梦 他哪里用得着稀罕这个 相比起来 直入决赛轮的许诺 反而更有诚意一些 对于怀石而言 尤其是如此 他可不是肚子里 一大堆菜谱的专业除魔 一个兼职而已 偶尔偷个鸡还好 真要和专业人士熬战 他还真有点虚 能够直接跳过中间的过程 跳到决赛里 对他来说 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到时候 只要坐着等虎珀 那个臭妹妹的代理人打上来 然后低头认输 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简直轻松又简单 只不过 怀石好奇地问道 这么好的事情 其他候选者 竟然能够同意吗 当然啊 为什么不同意 这可是一个展现肌肉的 绝佳时机呢 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 那么就可以获得 更加重要的价值 同时 也是正大光明地 排除竞争对手的机会 琥珀冷哼 犬江那个老头 是早就看明白了 找准机会开始撒泼 完全就不怕 家主临选结束之后 被勒令切服 给皇帝和将军甩脸色看呢 将解决连续杀人案件 作为条件 纳入了家主临选的考量之中 完全就是给了 所有候选者 自行发挥的余地 从这一刻起 斗争形式将从 御前除魔适合的范围内向外扩散 到最后几波人借口调查杀人魔 在街头开片都不奇怪 你说你不是杀人魔 那你为什么半夜上街溜达 够了 别说话 跟我走一趟 否则就不客气了 挑起事端的借口 简直要多少有多少 只是想想怀师就觉得牙疼 不行 这事太麻烦了 不在除魔对决之内 顶着怀指小姐的样子 把脚扣完了之后 他一拍膝盖 震声说 得加钱 第630章 老朽与青年 最终 琥珀并没有掏钱 怀师现在 又不是琥珀的代理人 就算是抓到了杀人魔 琥珀也不会得到额外的好处 花钱给堂妹找个工具人 还算结盟 花钱再给堂妹上份 那可就真的是冤大头了 看来这钱富婆不乐意掏 在思索许久之后 怀师不得不承认 琥珀变了 已经不是那个肯掏钱的臭妹妹 而是变成了一毛不拔的臭妹妹 实在太让人遗憾了 再简单地搜查了一下现场的痕迹 没有什么收获之后 怀指小姐就蹬着自行车 白裙飘飘在风中优雅地离去了 迎面吹来的风 如此凉爽 许久 许久 许久之后 太阳缓缓升起 升起的朝阳散播着光线 寸寸推动着将暗发现场照亮 在原本空无一物的阴影中 便有惊奇的轮廓缓缓缓浮现 在阳光的照耀中 惊鸿一瞥的浮现 紧接着又迅速消散 只有来自梦境的门飞 稍纵即逝地开启 无数雾气喷不而出 幻化为飞鸟一般的形状 带着铁光的羽翼展开 翱翔在奈良的天穷之上 没过多久 就毫无任何突兀地 混入到了本地鸭群中去 在银州的习俗中 并没有捕杀野生乌鸦的习惯 相反 和东下不同 乌鸦反而被视为祥瑞 在都市之中得到了良好的对待 甚至还有人定期喂食 于是 在这一天 本地的乌鸦们 见到了一群来自外地的奇怪客人 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老铁双鸡666 盛灾寒起来 但好像还怪有意思的 有好多乌鸦 都已经跟着吆喝了起来 表示这口号 比嘎嘎叫威风多了 看在他们强悍的力量 以及赠送给本地鸭爸的各种礼物 矿泉水瓶盖 便利店里的当日过期便当 玻璃球等等 的份儿 整个奈良 无数鸭群迅速地动员了起来 热情好客地帮助这群外地来的朋友 寻找起线索来 目标 奇怪的武士 目标 粉红色的头盔 目标 死亡 目标 异常 以及目标 本地特产小黄本 干 这群外低压的 XP好他妈怪 他们要这个干啥 通过迷梦之龙 怀尸的视角 也均匀地关注在了鸭群之下 随时注意着鸭群汇报上来的线索 然后顺带冷酷无情地 把小毛本给没收掉 哼 小小年纪不学好 小心以后长不高 这都是为了保护鸭群的心理健康 他们都还小 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哪里遭得住这个 有什么冲我来 荼毒我这个大群之主就行了 不过 多少还算有些成长的事 如今的鸭群 除了每日催促记录之外 已经渐渐可以跟怀尸 进行部分有限度的交流了 智力水平提升得很明显 如果是监视和寻找线索 这种简单活儿的话 交给他们 还是没问题的 这种大海捞针的搜索方式 最考验的 就是人手和耐力 想要得到线索 就必须沉得住气 一整天的时间 小毛本没收了不少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进度 只能慢慢等 不过 就在当天晚上的时候 带着白拍子面具的诡异侍女 再度上门前来通知 第二场除魔对决即将开始了 对决双方 分别是背靠冬夏普系的 二五载李剑琥珀 和他的六叔 如今管善能源的管理人 李剑智乃 琥珀的第一场除魔对决 着实令人期待 而怀尸更在意的是 他那位代理除魔 据说已经有100岁以上的 冬夏老牌怪物 郭首缺 早在怀尸出生之前 这位郭老 就已经在地狱之间 兴风作浪 成名已久 虽然据说被自己的徒弟 狠狠地坑了一道 导致精力衰退 甚至失去了嗅觉 不得不退出江湖 但如今竟然重新出山 着实令人期待 哪怕是功力大退 郭首缺 依旧是如今除魔对决中 少有的强大对手 而作为他的对手 则是来自近几年 黑马一样 横空出世的新菜系 工业料理的除魔 乔丹 聚之间 根据琥珀提供的资料 这位近几年 名声赫赫的除魔 是来自琉球的混血 在美洲底特律长大 从小在当时 工业除魔的代表 七星除魔 但其安德森的身边 接受教导 14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正式除魔 可以说是新一代 除魔中的后起之秀 同样也是被 诸多候选者 所忌惮的大敌 一个久创未遇的 老牌除魔 还有传承 崭新工业料理的 后起之秀 两者之间的胜负 在第一时间 就牵扯到了 所有参赛者的眼球 等怀石和珍惜 赶到的时候 已经是最后一波了 其他率先得到消息的 候选者和除魔们 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 巧手以待 来迟了的他们 为了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 只能坐在最后排 实际上 怀石原本只打算 一个人来的 但得知状况之后 珍惜也坚持要一起 作为家主 领选的候选者 总不能老是 缩在代理人身后 怀石犹豫再三之后 还是点头 既然已经搅和进来 老是让他捂着眼睛 当鸵鸟 肯定不行 大不了遇到什么 掉散场面 就赶快捂住他的眼睛 把他弄晕 省得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怀石小姐的到来 似乎吸引了 不少敌意的视线 并丝毫没有掩饰 在见识过他一杯冰水 放倒了身经清的手段之后 在诸多人的心中 已经将他视为强敌 甚至其中不乏杀意 和某种 令人更加不快的欲望 怀石倒是早有预料 本来他就没想着 什么有意第一比赛第二 真那么无奖四美爱劳动 还做个屁的除魔 能够被称之为的除魔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包括怀石自己 不论是为了口腹 为了饱足 为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凡怀揣着这一份欲望 去踏足深渊 深入地狱的人 用脚后跟想想 都知道会有多不正常 怀石这种原本人畜无害的 负能量制造机 逼急了 都能掀起一场大型原质瘟疫 更何况 其他早就不择手段的人呢 所有胆敢看过来的视线 都被怀石一个个地看了过去 满盈着无数负面原质的双眸 化作深渊 好像燃烧着火焰那样 毫不掩饰地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冷酷地将一片片庞大的阴影 植入冒犯者们的意识中 来自欲神刀 怨憎之中的无数苦痛诅咒 一闪而逝 纯粹的灾恶 撕裂了柔弱无力的伪装 斩露爪牙 令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 而在高塔之上 钟声终于响起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犬僵的声音再次响起 双方 堂堂正正地 一决胜负 除魔对决 正式开始 呵呵 后生可畏啊 料理台后面 披着冬下大褂的勾楼老人 抬起眼睛 遍布皱纹的面孔 正在诡异地笑着 端向着自己的对手 我在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 可没能有这样的成就 老了 老了 既然老了的话 乖乖滚到历史的垃圾箱里 去不行吗 何必让人费力打扫呢 而他的对手 那个壮士的年轻人 乔尼 拒之间 也抬起眼睛看过来 撇着他装模作样的样子 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 一言盖之的话 这个年轻的男人 可以称之为硬朗 体格坚实 但不魁梧 肌肉发达 但是却不夸张 日晒出的古铜色皮肤 还有粗大的关节 以及遍布老俭的双手 短发干练 灰白色的厚实工装裤 还有一件白色的背心 这就是全部了 宛如万吨冲压机 锻造出的铁块那样 毫不掩饰自身的强硬和冷卧 只是冷声说 对决已经开始了 不要浪费时间 人老了 就喜欢说话 不要这么让人难堪嘛 锅手却双眼微微眯起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总要吃点亏 才能懂得尊重老前辈 翠 瞧你歪过头 粗暴地 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抬起脚抹去之后 昂头冷笑 老鬼 时代是在进步的 知道吗 过去的那一套 早就行不通了 你们那一套牌子论背的巫医手段 早已经过时了 二十三世纪 是工业的时代 不 人类的时代 就是工业的时代 绝对的精确 绝对的标准 绝对的产量 这才是胜利的标准 他抬起五指 紧握 一字一顿地告诉他 被时代甩掉的老鬼 就乖乖地滚回自己的棚屋下面 主舟去吧 那诚然是无比强悍 又硬派的作风 只是站在那里 短暂的恍惚中 便仿佛有工厂的轰鸣 和巨像扑面而来 无数刺鼻的尘埃形成挥舞 从如林的烟筒中升起 遮蔽天空 覆盖大地 那是海量的生产 所带来的宏伟景象 传承自工业之中的 粗暴之美 这便是工业料理的精髓所在 哪怕只是短暂的幻觉 也依旧能够让人明白 这个男人并非是无名之辈 而是怀有着绝对的力量和技艺 来到了这里的强者 任何胆敢贬低 轻灭他的人 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对此 锅首缺只是微笑 慈祥地望着他 好像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小鬼 那么 老朽 拭目以待